根據本國政府的數據顯示 本國對外國旅客和臨時居民批出的簽證減少的同時 也拒絕更多人入境 胡曉林報導 聯邦政府正在試圖減少移民數量 民調也顯示國民認為本國移民數量太多 路透社報導指根據邊境服務局的數據 在今年7月本國拒絕了5,853名外國旅客 包括學生、公簽人士和遊客入境 是自2019年1月的最多 在2024年頭7個月 邊境人員每個月平均拒絕3,727名外國旅客入境 比起去年增加了兩成或大約633人 另一方面 本國批出的簽證數量也正在下降 移民部的數據顯示 今年6月被拒絕的到訪簽證申請 和批出的比例比疫情期間還要高 而今年1月、2月、5月和6月 拒絕的簽證申請比批出的高 批出的學生和工作簽證 也比2022和2023年降低 路透社也報導指 國內分別有8名律師都觀察到 邊境人員對持有簽證人士進行更嚴格的審查 而移民部長米勒的發言人就表示 移民部之力於公平和非歧視性執行移民政策 他煮認赴的字幕 而他們判判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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刀判判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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刊工 gathering